大家好 前段时间我用这个火龙果嫁接蟹角栏了 嫁接了很多颗出来 现在是各种状态都有 大家来看一下我这一颗 我这一颗原来是嫁接了四片蟹角栏 结果顶端这一片嫁接失败了 只剩下底下这三片 这一边已经开花了 这边不断的长花苞 这边还在继续的长新叶 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两个地方 大家看到没有这边这片叶 这里已经长了1234567 长了七个花苞 这个地方就不一样了 它这里还没长花苞 但是长了好多的这个新叶片出来 这里有1234567 长了七片叶出来 看起来非常的特别 而且这一片蟹爪栏是三边的 估计大家没有见过 像这种状态的蟹爪栏 我们想要后面这一部分开花多 这个零甲元素的肥料还是不能少 我们给它使用这种高零高甲的零色的青甲的话 大家尽可能要注意 给它喷湿叶片的时候 不要喷到这边的这些花苞 只要喷一下这边没有开花的 还有这边这些花苞没有打开的 喷一喷就可以了 同时给它喷一喷这个底部 还有给它浇灌一下这个土养 这样才能保证后期这一边的这些没有开花的 有足够的营养来开花 如果这个时候不按时按量的给肥的话 那么这些养分都被这边消耗完了 那么这边这么多叶片后期开花就会变得稀少 如果大家也想要养出更好品质的蟹爪栏的话 也不妨尝试一下用火炉果来嫁接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